哈囉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要去背什麼東西 白同學最近就是看到 側龍妹他叫我們偷拍事件 撲上網 在那裡叫我們批評什麼 我說真的 我是看這個來實在看得很嚴重 但是我沒有去背兩塊很艱苦 完畢是上禮拜就要背了啦 我來想一下 剛才我今天比較有影響去背讓我聽一下 為什麼會針對這件事 來開這個短暫的視頻去背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是非顛倒觀念已經都亂了 你看喔 整體上那個女生是被偷拍 我今天穿這樣那是民党的事情 你被那個房仲偷拍放上去之後 人應該是風向球 你要說這個偷拍是不道德的行為 你所變成大家那些選民就在那裡 齁 長得怎樣怎樣 我說真的拍什麼人生那是人党的事情 對 你要說 你這人生的說真的拍什麼 你連他放他的相片都不夠 而且大部分都是假帳號 今天我們先不談論那個選民問題 我們先說這個邏輯 今天 像那個女生說 我不是響紅 那個不是我自己拍上去的啊 他是一個受害者 但是 社會言論 很多人在那裡想 他怎樣怎樣 他怎樣 說這個事實上還是不是看得很突然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後來看他提高起來很爽 因為我以前也沒有各位選民 如果有在跟他follow就知道白東學 怎樣去運作 但是今天我們談的重點就是 那個邏輯的問題 你今天想到 那個女生今天如果換作是你家人 或是你女朋友還是你們消磨也好 你們老母也好 你心裡有什麼感想 所以 我常常在鍵盤上 因為大家 你的鍵盤後面都 變形很自我 你知道嗎 意思是說 你不跟你說 你也不知道我是誰嗎 這個就是人比較醜陋的裡面 每個人 裡面都有那個酸民的因子 包括我也有啊 但是我 是經由那個教育 把我封印起來 我就是人 我就是想說 我們盡量不要去跟他們 酸鹽酸 因為你今天 你不可以 不可以風生 也不可以降生 我們是人 不是那個公園裡面的鍋子 就我經常說 公園裡的鍋子裡面 永遠踩不完啊 你在那邊發錯自然 就不會錯了 對不對 我來回歸正題 我來講一件事 我聽說 就比喻啦 今天一個爐的 一個女生 切得身體很漂亮 你去 氣球 腳趁人摸下去 現在警察來說 啊你為什麼跟人家摸臀部 嗯 啊他要摸到 害我起敲 不然靠腰勒 現在所有人都變成這樣 你是太漂亮 還沒氣球 我才摸下去 那是你的女生不對 這個邏輯觀念不對嘛 就像白忠學 常常說 我洗腦 滾下去 骨頭 骨頭的骨頭 我就去公車去尿尿 你如果說今天 我是自己去的 那不差 今天我去用肚子 我現在放下一個土 放下一個土 放下一個 然後人家就把它鋪上 啊白同學 放下一個 沒什麼 爪骨頭的骨頭 而且他那個二條 在洗澡的時候 他也沒辦法拖頭 啊靠腰 我是被偷拍的啊 如果今天是我自己拍一部影片 說我那個 二條 蹲的時候 他會在洗澡頭 沾到水 我都會站在洗澡區 你如果我自己放下沒有洗澡 我被那個批評 我好像是正常 但是我今天是被偷拍的啊 所以我經常 以前我朋友 他在看我媽媽的朋友 說你偷拍你不要看 因為一天你會在洗澡 你也會在洗澡自己的 你會覺得很辛苦 所以你要看 你會看到那些腰 真的在那裡扔 你去看就好了 我覺得說 事實上我是蠻討厭 那種偷拍人家隱私的那種 那一些動作 但是我倒來 現在的社會原論就是 你就如果 黑白鋼蟲 所以變成你又最大的啊 因為從這件事情 我在看 我就覺得說真的 大家都已經是非點倒 而且喔 還有一群人很奇怪喔 嗯 啊你 你那個 公正的女兒就要被痠 不要玻璃心 我之前就罵了 某人要說 好啊 我叫他生 又叫他嬌 我就在那裡不爽 去看 人家說我在玻璃心 我就把那流眼置頂 不然三天他就斷 不然他就自己下車了 對不對 啊但是我覺得會這樣子的話 他就是他真正的帳號 他才這樣子 至少 他還是用 可能用他本命去 他才會覺得要有羞恥心 啊但是有的沒有羞恥心 那是 你電腦 越蓋在那裡回應 他電腦越在那裡高潮 所以我一般 我都在對酸民方動作 動作公園的狗屎 讓他自己錯覺 他就不會錯 我不會發任何一秒在那上面 那如果真正錄得有 那如果抓不到 算的好運 那如果抓到就有 如果看電腦片裡面都有 今天我們要說的 重點就是說 大家記得你如果在那個 鍵盤後面 你要去評論一個人的話 拜託 你不管是用身份證製造機 還好 還是假帳號 真帳號都會不會好 你把它當作 你是你的朋友 你是你的家人 你想要這樣 我這方 你長得很難看 你去死 你是白癡 你拍到你心裡 有一個快感 但是 你想喔 如果說你今天 有一天你換成你是受害者 當然 你要跟搶的人 應該是沒有那個邏輯啦 但是我也是告訴你 你聽到那個言論的時候 以前那是那個賊魯妹 我覺得他的抗壓性 我覺得真的很高 我還蠻欣賞他這一點的 不然你那一般 比較沒有抗壓性 你像我剛才在做這個youtube 人家在給他玩 我真的對我們當 我就忙麻痺了 然後 他就覺得說 聽到這個言論的時候 有的你如果比較Biss 那個女生也好 男生也好 欸 人家真的聽到人的聲音也想不開 你旁觀者會覺得 蛤 那個 沒有用 這樣就要試什麼 我跟你講啦 很多次齁 你要發生在自己身上 你就知道那種感覺 你不要說 網路上言論什麼 就像 那個什麼 有的人說 你LB 你去用功能去用生理就知道了 你沒有在拍youtube 用LB 人家去LB 幫你繳三字經 去那幫你買一些奇怪的東西 你是不是很不爽 對不對 啊 只是說youtube 那是更大眾的見面 但是今天的重點是 那個側魯妹 所有的照片 都不是他自己 想po上去的信 就是 今天旁邊的人幫你繳衣 但是今天大人風向 就要攻擊那個女生 我覺得這個 我是覺得這個社會上 真的病 所以白東學今天一定要 揹兩句 對不對 因為 你不可以說 因為都是非顛倒 因為我覺得 台灣這個 那個什麼 酸民 我剛剛已經失去理智了 他不是只有酸 他已經 所以變成用那些取悅的 你知道嗎 今天長相 美醜那個都不是重點 白東學看到的是 那個女生 他就有自信 這是我覺得 我很佩服他在處理這件事的那種勇氣 不然你如果一般沒有抗議 那些人 剛才這件事有很多壓力鼻鼻鼻 那酸民的在下面 很爽 我是覺得說 有做實況主 youtube那些 你如果真的受到言論上的侮辱 我說真的改革去革 雖然講真的啦 找到的機會不大啦 就如果找不到 所以如果找到的時候 你就改革去負責去負責 我覺得這小子真的很簡單 但是當然 另外一個 我自己走過來來講話 當那個 一些youtube那些的東西 你也是要本身有可能性愛人 但是今天回歸正體 那些女生是一個素人 他也不想在社會上曝光 他是強迫 強迫 你那些比賽給我們看 那個是兩馬子的事 你如果像白東學今天背完 鞋子有酸民要用我說 說不必了 你留的我也不會接觸 這樣真的有好用 你去那個什麼 人家的安養人去幫老人 去做一個義工 去行道什麼 這樣比較有意義 白東學今天大概 在背這些東西 同學了解 最後來做個總結 我之前看那個網路上 有在推那個 網路有一些帳號是實名字 我覺得這個出發點還不錯 當然隱私權的部分 我們先撇開啦 因為隱私權 是在 保護那些君子的 當然很多少年都用身份證 製造機 吃髒話 網路路那些手很毛病 結果叫他出來 不用幹 那很多 因為實名字的好處 是什麼 你要發表言論進行的時候 你才會經過大腦思考 那我這句話說出來 我到底會用格 會用什麼 會不會殺到對方 你比較去思考那些邏輯 要不然 你如果在那邊酸年酸移 你不是用自己的身份 要說這些聖故來 善言 很多同學都會問到說 那個高酸民 要不要花錢上 我不要用最短時間 我再補檢 我跟你講齁 你去告的話 大概有兩種 第一就是去地檢署 像白農學院那邊 那邊 你跟那些警察說 他就會馬上安排時間 開檢查庭 就先跟你做筆錄 那是我們 集診 然後另外一種 是一般的掛號 你就是 基本你的派出所 你會說 大概 怎樣怎樣 那你就截圖嘛 最簡單的 我怎樣要用狗 我怎樣要用生 我怎樣要用恐嚇 他就幫你寫一寫 報案 之後他還是會傳到那個地檢署 地檢署就會發文 叫你去 什麼時候 開那個偵察庭 但是 那樣時間上是多久的 大概就是 問完之後 不知道 多久我沒有比較長 他就會 寄那個船票 一般就是 你跟隔的 要用隔的 兩邊都會收到 收到之後 你就去開庭 那你如果說 比較好運 找不到 對方就算他賺到 那如果說 真的天公廟 只會有找到 你去看一個人 在檢查庭 在那裡 那個是 我家的小狗 不小心按到 我家的貓 跳過去滑倒 不小心流眼的 人生白胎 你會看很多 那些人美後 很強 大家都沒有錢 對不對 所以你也要問問 叫人家人在賠多少錢 那個都沒錢 會在後面 跟人家酸的人 你知道嗎 他社會上很多都不如意 有的說這個 我沒有 怎樣聽你放屁 我是希望你不是那個人 大概 節目之後就這樣子 因為白龍學這個人 當然大家說話 就是一句 一招一招 我把我去招你聽 但是白龍學 都是大概都講正面的東西 我不會讓你 教一些學問外道 大概今天 白龍學嘴廢到這邊 時間有點長 感謝你的收看 節目最後 記得要怎樣 訂閱白龍學 第二教室 記得要是非分明 拜拜 謝謝